好 在家就好 这两天没事少出门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呢 把大陆华东地区的埋害呢 飘扬过海 吹到了台湾 现在我们空气当中 细悬浮微粒含量非常高 像马祖 新竹 板桥 都比正常值高出了五倍 已经达到了红色警戒 而这两天呢 影响所及看眼科 看呼吸道科的民众呢 也多了将近三成 预计台湾的这一股埋害 要到这个星期五之后才会趋缓 你就眼睛干干的这样子而已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两天 小江突然觉得眼睛干 跑来眼科报到 突然感到眼睛不舒服的 还有他 风也大 鱼的灰尘又多 会洋 原来这两天东北季风增强 把大陆的埋害带来台湾 也可以是说像肝眼症 过敏性结膜炎 长睁眼的民众 光是这两天就多了三成 因为这个空气品质不佳 让他们的眼睛比较容易干燥 还有眼睛缺氧的 现象也比较多一点点 另外因为雾霾侵袭 民众吸入脏空气 导致气喘发作等患有 呼吸道疾病的病人也多了两成 10号下午台北地区天空一片灰蒙蒙 环保署表示 一般漂浮在空气中的细悬浮微地 正常值是每立方公尺30微克 不过这两天悬浮微地却不断飙高 把阻埋害最严重 高达每立方公尺166微克 新竹和板桥也比正常值高五倍 通通达到空气污染指标不良的红色警戒 目前的情况是北部 包括中部以北 逐渐有缓和下来 那主要影响的地区 另外气象局也表示 这波东北季风带来的埋害 导致这几天能见度低 10号一天台南和高雄 最低能见度只有2公里 台北3公里 在台中和宜花东也只有6公里 要等13号这波东北季风过去 埋害情况才会趋缓 提醒有支气管 还有眼睛疾病的民众 这几天出门别忘了戴口罩或眼镜 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唐一辰顾长台北采访报导 以上的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